神秘太空幽灵敲摸半飞地球60年,到底是准月球?苏联飞船残骸?还是外星探测器呢? 想象一下,一个19米长的太空幽灵在地球身边悄悄半飞了整整60年,我们却直到2025年才发现它的踪迹。 这是不是听起来既惊悚又神奇? 朋友们,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颗编号2025PN7的神秘天体,它到底是地球的准月球?还是苏联飞船残骸? 甚至有可能是外星文明潜伏在地球附近的探测器呢? 接下来咱们就一层层揭开它的神秘面纱,保证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干货满满,每一个悬念都让你欲罢不能。 首先问问大家,你们觉得地球除了月球之外,还会有其他小伙伴跟着一起绕太阳转吗?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不可能,但2025PN7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。 这颗小行星是在2025年8月2日被夏威夷哈雷阿卡拉火山上的Panstar S望远镜首次捕捉到的。 这台望远镜可不简单,它配备了14亿像素的巨型相机。 每晚能扫描6000平方度的星空,相当于整个天空的15分之一,正是这种强大的观测能力,才让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小不点浮出水面。 但你知道吗? 科学家在回溯过往观测档案时发现,其实早在2014年的天文数据里,2025PN7就已经留下了痕迹,只是因为它实在太暗太小,才一直被忽略。 这颗天体的亮度只有26等,什么概念呢? 人类肉眼能看到的最暗天体是6等,没有特质的高灵敏度望远镜,根本不可能发现它。 那么它为什么能在地球身边隐藏60年呢? 除了体积小亮度低,还有一个关键原因,就是它的轨道太特殊了。 它和地球一样绕太阳公转,公转周期几乎都是一年,形成了一种1比1的轨道共振关系,就像在操场跑道上两个速度相同的运动员,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 更有意思的是,它的轨道还会在静圆形的准卫形轨道和马蹄形轨道之间切换。 当它处于马蹄形轨道时,与地球的最远距离能达到2.97亿公里,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两倍,而最近的时候只有29.9万公里,比月球到地球的平均距离还近。 这种忽远忽近的轨道,让它很难被持续追踪。 而且它还总喜欢躲在太阳的光辉里,从地球视角看,它经常出现在太阳方向,地基望远镜,根本无法观测,它完美利用了观测盲区。 说到这里,大家肯定会问,什么是准卫星呢? 为什么说2025PN7是地球的准卫星,而不是真正的卫星? 准卫星是一类与行星共享轨道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,它们并非被行星引力永久束缚,却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行星保持较近的距离。 简单来说,真正的卫星比如月球,是被地球引力牢牢绑住的,围绕地球公转,但准卫星本质上是绕太阳转,只是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太像了。 所以从地球视角看,就像在围绕地球运行。 打个比方,这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,旁边车道有一辆和你速度完全相同的车,虽然它没有绕着你的车转,但在你看来,它就一直陪伴在你身边。 这就是准卫星的运行特点。 而且准卫星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它们的陪伴都是暂时的,因为没有被行星引力永久捕获,轨道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化,最终会远离行星。 科学家预测,2025PN7目前的准卫星状态还能维持约60年,之后就会脱离与地球的共振,重新回到马蹄星轨道,和地球分道扬镳。 这里,可能还有观众会混淆准卫星和迷你卫星,必须给大家说清楚两者的区别。 迷你卫星是被地球引力暂时捕获的小天体,比如2024年发现的2024PT5就只在地球轨道上停留了两个月,就脱离了。 而准卫星是长期与地球伴飞,轨道稳定性强得多,关键区别在于它们是否在地球的希尔球之内,希尔球是天体引力主导的区域。 准卫星的轨道在地球希尔球之外,处于地球和太阳引力的微妙平衡中,而迷你卫星则是进入了地球希尔球,被地球引力暂时捕获。 2025PN7的轨道就在地球希尔球之外,所以它是典型的准卫星,而不是迷你卫星。 现在地球已知的准卫星至少有7颗,除了最新发现的2025PN7,还有2004GU9,2006FV35,2013LX28,2014OL339,2023FW13等等,以及最著名的2016HO3,也就是卡莫奥阿勒瓦。 这几颗准卫星各有特点,比如2016HO3是目前已知最稳定的地球准卫星,直径在40到100米之间,预计还能陪伴地球数百年。 光谱分析显示,它可能是月球遭到撞击后脱落的碎片。 而2025PN7是目前已知最小的地球准卫星,直径只有19到30米,比2013年撞击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的陨石还要小。 那次陨石直径约20米,爆炸造成了1500人受伤。 不过大家完全不用担惊受怕,科学家已经确认2025PN7没有撞击地球的风险。 它的轨道虽然靠近地球,但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。 这些准卫星大多来自一个叫阿周纳的次级小行星带。 这个小行星带和我们常说的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不同。 这里的天体轨道都和地球非常相似,属于近地小天体。 科学家认为,这些阿周纳小行星可能是太阳系形成初期留下的边角料,也可能是月球或其他行星遭受撞击后产生的碎片。 它们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太阳系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,因为它们就像太阳系的活化石,轨道和成分都记录着早期太阳系的信息。 接下来咱们聊聊最让人感兴趣的悬念,2025PN7会不会是外星探测器? 这个猜测其实由来已久,早在1991年,天文学家发现1991VG这颗准卫星时,就因为它表现出异常的动力学行为。 比如飞引力加速,亮度突变,被很多人怀疑是外星探测器。 直到后来更多观测数据出现,科学家才确认,它只是一颗特殊的准卫星。 那些异常现象其实是由于观测误差和天体表面物质喷射造成的。 2025PN7被发现后,同样引发了外星探测器的猜测,毕竟它在地球身边隐藏了60年,轨道又如此特殊,难免让人浮想连篇。 但从科学角度分析,这个猜测的可能性非常低。 首先,2025PN7的轨道,完全符合阿州纳小行星的轨道特征。 它的1比1轨道共振,轨道切换模式都和其他已知准卫星一致,是引力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。 其次,它的大小和亮度也符合小型小行星的特点,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飞引力加速。 而外星探测器,如果要在地球附近停留,很可能需要启动推进系统,这会导致轨道出现非引力变化。 而2025PN7的轨道,完全可以用天体力学来解释。 另外,科学家通过光谱初步分析,认为它的表面成分应该是岩石物质和天然小行星一致,没有检测到任何人工合成材料的信号。 不过另一个猜测却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,那就是哈佛大学阿维勒布提出的2025PN7可能是苏联赞的1任务的残骸。 这个猜测可不是空穴来风,咱们先了解一下赞的1任务。 赞1是苏联在1964年4月发射的一颗星际探测器,属于苏联的赞的计划。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探测金星和火星,为后续的载人星际飞行做准备。 赞1是第二个飞向金星的苏联探测器,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登陆金星的探测器。 但赞1的任务并不顺利,发射后不久就出现了技术故障。 由于通信系统失灵,科学家在它飞抵金星前就完全失去了联系。 最终它没有完成探测任务,也没有实现登陆,而是继续沿着轨道绕太阳飞行,从此消失在深空里。 根据当时的轨道计算,赞1的运载火箭第四级,也就是火箭的上面级, 在将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后,也成为了一个绕太阳运行的太空残骸。 这个上面级的直径约为2.6米,长度约为7.4米。 虽然比2025PN7小,但勒布认为,2025PN7可能是这个上面级在太空运行过程中, 与其他小天体碰撞后产生的较大碎片,或者是探测器本身的残骸。 回溯藏的1的轨道,发现藏的1发射时的轨道轻角是3.42度, 而2025PN7的轨道轻角是2.44度。 两者非常接近,这种轨道轻角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。 而且藏第一的发射时间是1964年,正好是2025PN7开始进入准卫星轨道的时间段, 时间线也能对应上。 更重要的是,历史上确实有过太空任务残骸被误认为小行星的案例, 比如2020年发现的2020SO, 后来被确认是美国NASA1966年勘测者2号月球探测器的半人马座上面级。 它在月球轨道失控后,绕太阳飞行了54年才被发现。 不过这个猜测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, 需要对2025PN7进行光谱分析才能确定它的表面成分。 如果检测出钛合金、铝合金等人工合成材料, 那就说明它很可能是藏衣的残骸。 如果是岩石成分,那就还是一颗天然准卫星。 目前科学家正在积极申请观测时间, 计划用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对2025PN7进行光谱观测, 相信用不了多久。 这个悬念就能解开。 说到这里,大家可能会觉得, 不管2025PN7是天然准卫星还是人造残骸, 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。 但其实它的发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首先,它刷新了我们对近地小天体的认知, 证明准卫星的体积可能没有下线, 这意味着还有更多更小的准卫星等待我们发现。 其次,它的轨道特征为轨道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样本,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引力共振、轨道演化等天体物理过程。 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, 它的发现也推动了行星防御技术的发展。 近地天体的监测是行星防御的基础。 2025PN7的发现过程证明了我们的观测系统越来越先进, 能够发现更多以前无法探测到的小天体, 这对于防范真正有威胁的小行星撞击至关重要。 而且2025PN7的发现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。 我们总以为地球是孤独的旅行者, 但实际上在地球周围还有这么多小天体陪伴着我们, 它们和地球一样绕太阳公转, 共同组成了太阳系的大家庭。 这些准卫星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地球的边界远不止于大气层, 那些隐藏在星光中的小跟班同样是太阳系家园的一部分。 从1991年的1991VG到今天的2025PN7, 每一颗准卫星的发现都让我们对近地空间的认知更进一步, 也让我们更加敬畏宇宙的复杂与精妙。 现在再回头看2025PN7, 它可能只是一颗普通的小行星, 在宇宙中默默运行了数十亿年, 偶然间进入了与地球共振的轨道, 成为了地球的临时伙伴, 也可能是人类太空探索的遗留物, 承载着冷战时期的太空梦想, 在太空中流浪了半个多世纪后被意外发现。 虽然外星探测器的可能性极低, 但也为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。 不管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, 它的发现都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思考, 让我们看到了宇宙的多样性和神秘性。 接下来的60年, 2025PN7还会继续陪伴地球绕太阳公转, 它会时而靠近, 时而远离, 在天空中划出独特的轨迹。 而我们人类的观测技术也会不断进步, 未来随着鲁宾、 天门台等更先进的观测设备投入使用, 相信会有更多的准媒星被发现。 更多的宇宙奥秘被揭开。 或许有一天, 我们还能发射探测器, 近距离探测2025PN7亲手触摸这颗陪伴了地球60年的神秘天体, 记开它最后的面纱。 最后问问大家, 你们觉得2025PN7到底是什么? 是天然准卫星, 苏联太空残骸, 还是真的有可能是外星探测器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 宇宙的奥秘永远值得我们探索, 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。 熟悉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, 我一直专注于制作宇宙主题的优质长影片, 而且频道更新速度很快, 有朋友就问了, 哪来的那么多素材及灵感? 几乎是每天都在更新。 实不相瞒, 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, 戴个耳机, 就可以在通勤, 走路, 运动时候, 听听我喜欢的宇宙主题类内容。 这个给我带了很多灵感。 有了灵感, 设计主题, 然后再搜集, 整理, 创作, 最后展现给大家, 对我及频道帮助非常大。 另外, 个人感觉还有个特别的妙处, 那就是睡觉前必须的听一段, 现在已经是不听睡不着了, 简直是助眠神器。 当然, 这么好的APP, 我也想分享给订阅我频道的朋友, 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 Himalaya这个有声书APP, 它的优势就是华语内容很丰富, 天文地理, 历史名著, 什么都有,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。 制作精良, 特别是里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, 质量十分高。 刚好最近呢, 我也替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, 争取到了专属福利, 14天VIP免费试用, 一般用户只有7天, 这是只给订阅我频道朋友的特别礼遇。 怎么操作呢? 现在, 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,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。 你先用14天, 如果觉得不合适, 卸掉就是, 不会扣费。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, 你就充值继续用。